测量体温 戴上口罩 即使只是补课 安全防疫措施同样下足功夫 那等一下要见到老同学 高兴吗 特别将近半年 大家终于见面咯 慈幼同学们难得再次齐聚一堂 孩子们各个专注聆听和学习 今天你学到什么 人无畏缩小自己 放大别人才能走入人心 那是什么意思 不可以太骄傲 乌花果树 乌烂 小鸟在他的身上 芒果树 让小鸟在他的身上 芒果树很善良 这样子上课的方式比较好 还是你看手机上的方式比较好 这样子 手机 不是 上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网络会卡 你认为自大好吗 不好 为什么 因为会让别人讨厌我们 你认为这样子的上课方式好吗 上线上线 不好 为什么 不可以跟大家见面 上线不可以在一起玩游戏 孩子们的心声 市长们都听到了 于是决定抽出宝贵时间 陪伴慈悠同学们一同成长与学习 我们发现到有几位同学 他没有办法上线 因为家里的网络的问题 有时候会卡着卡着 可能说话也听不清楚等等 我们每一堂课过后 我们志工都会各自领养 不同的家庭 然后如果发现各家庭 他们不能上线的话 我们都会再一次做这个线下的 这个课程 虽然还无法预测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 但有了大家用心的陪伴 孩子们依然能够跨过种种障碍 在学习的道路上继续成长 大爱新闻 真正美之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